台北市的公車明年就要漲價了 但是現在有議員爆出 新北市政府積欠了 北市補8000多萬元的公車票價補貼款 市長柯文哲就說 都已經要了一年還要不回來 真的很扯 而且新北市長朱一輪 現在人都不知道跑去哪裡 似乎是暗批朱一輪 放下市政不管跑去選舉 柯文哲跟俏明 如果再不還錢就要提告 3 2 1 出發 戴著安全帽 整裝出發 一身粉紅色的裝扮 台北市長柯文哲駕勢十足 從花博公園繞行半個台北市 穿過大直河濱公園 這次不騎U-Bike改騎變速車 因為他要挑戰70公里 自行車還台北騎的半個小時 還是臉不紅 氣不喘 就很喜歡騎 我只是沒有機會 這個今天就把它當作工夫來做 一日雙塔 我們要一日雙塔日強線 一日北高 一步一步來 今天叫環北 環北一圈嘛 要挑戰一日雙塔 柯文哲的鐵馬行原來只是暖暖身 呼籲大家多騎腳踏車 因為健身省錢又能減碳 畢竟北市公車明年起將調漲一塊錢 但說到這 柯文哲忍不住抱怨 新北市政府積欠北市府 新台幣8627萬的公車票價補貼款 到現在都還沒收回 也是很扯的事情 的確是台北市算錯 台北市的交通局有算錯 多付給新北市八千多萬 後來我們跟他講說我們以前算錯的 那個你要還我 他就說是你算錯的 所以他不還了 極錢的債務 柯文哲討了快一年 新北市還是不還錢 雖然柯文哲強調 在雙北首長會議都有提過 但是朱立倫請假選總統 這下柯文哲不開心 揚言提告 他不還我只要告他 不然怎麼辦 朱立倫高明 會想要再跟朱立倫講嗎 那現在人也不曉得在哪裡 錢拿不回來 就連北市公務員也遭議員痛批 報告向事寫郵寄 體育局在2013年訪日本沖繩 報告書卻只介紹 鐘乳石洞和海洋博物館 2014年圓民會訪大碼 報告簡單明了 協上荷蘭城和聖保羅教堂 等觀光聖地 但是去年共花了8400萬 卻看不出來 到底是出國考察 還是出國觀光 你敢寫給人家看 你就自己負責任 然後上網公告裡面 我會抽點 抽點到市長室報告 但是被抽點到市長室報告 那個就市長直接聽 柯文哲要公開透明 未來將抽點到市長室直接報告 官員皮都得繃緊點 否則議員要刪減年度考察預算 到時候想用公費來見市面 肯定難上加難 雨菸TV 林委旭 沈永沛 台北報導 鬧烈平安